高雄一名53歲送信婦人 上個月30號 她從中國上海回到了高雄 就在美農老家進行居家檢疫 不過到了檢疫的第13天 卻突然猝死 但是在事發前一天 她的弟弟還有隔著門跟她說話 在期間都沒有發生過任何異狀 好 不過在檢疫隔離期間死亡 讓相關單位還是不敢大意 立刻安排了相關的採檢 幸好最後呢 檢驗的結果是呈現陰性 不過為了保險旗艦 衛生局除了要求婦人家屬 要進行隔離之外 也將針對婦人住家進行消毒 偷電座外拉起封鎖線 檢警穿上防護衣全副武裝 進行財政調查 因為一名從中國返台的送信婦人 在居家檢疫期間 被發現猝死在家中 從8月30號到9月的11號 中間這13天的過程裡面 她都是一個主意健康的狀況 根據了解53歲的送信婦人 疑似在中國從事護理工作 上個月底從上海搭機回高雄 在美農老家居家檢疫期間 李幹事家屬訪室都沒有異狀 11號深夜 婦人弟弟還曾和姐姐隔門對話 但隔天下午婦人沒吃飯 也沒有回應 弟弟入內查看 發現姐姐已經死亡 立刻通報警消 檢警不敢大意 13號一早進行香驗採檢 幸好婦人檢驗結果為陰性 沒有感染肺炎 基本上我們評估說 她的離關慢性病的情況 是自我照顧及藥物的部分都OK 婦人猝死原因和肺炎疫情無關 衛生局追查發現 婦人有糖尿病史 曾在北部醫院追蹤治療 研判可能是相關慢性疾病 引發憾事 她是一人一失一位的狀況 跟她弟弟是分開住 儘管如此 但婦人在居家檢疫期間猝死 衛生局為了保險起見 仍要求和婦人 捅住一個屋簷下的弟弟 轉移居住地隔離14天 並安排防疫人員上門消毒 做好防疫完全準備 記者張愁民王秀城高雄報導